謝謝你 開始了嗎? 真的? 你這麼喜歡趁我不覺得就開始 是不是Facebook? 肥仔 Facebook自己分享 我又要做節目又要分享 好忙啊 大家好 幾個星期沒見到我了 我是不是真的在網上 你看到我跟別人說話 我就不是撞邪 也不是產生幻覺 只不過呢 我們這個很有技術的肥仔 就過來幫忙 與其呢 我們說這個 那幾個 100毛是有一個6點半左右 新聞報道 我們有一個星期日左右的生童感受 可能是星期日 可能是星期日 可能是11點半 可能是10點多鐘 或者是12點才開始 做什麼? 小朋友 好了 其實有沒有人進來的? 30個 是嗎? 居然 喂? 我這袋東西這麼肉酸 還不出聲 為什麼? 拿走 OK 真的等到 讓我分享一下 因為肥仔說不幫我分享 我叫自己搞定它 OK 分享它 有人當著我面對我說 他問一些問題 我說我節目就說過 然後呢 他說 是嗎? 聽一聽我會走過去 因為呢 因為 因為 你有時候說了別的東西 我不想聽 或者說 我不知道什麼 那些 你說了別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 蛤? 你真的當我是有聲書 那有聲書 不如自己買一本這些 這些呢 買一本回來看 就可以了 是嗎? 看回來 那你就不用聽我說 那你就不會有廢話 是嗎? 就是不會悉急無神 聽我說我今天做了什麼 跟著 我明天又打算做什麼 那 你這些書全部都可以看 買買買買買買 對了 你只要花個時間去看 就可以了 那到時呢 你開回節目 我聽話你都可以 因為輪到我 不用做那麼多功課 那你多好啊 OK 我分享了去哪裡了 肥仔 你幫我看看 我分享了去哪裡 糟了 我忘了分享了去哪裡 你幫幫忙分享 你掛著 你不要動了 我聽見你說話 我又要做節目 我又要分享 你不覺得我很忙嗎 你不覺得我很忙嗎 OK 等一下我搞你 你知道就好 當然你搞吧 我這麼狠狠 根本就是懶 不是啊 你試一下 你編了在頭上嗎 什麼 我好像是編了 我分享了在我自己 但是生農感受 我還沒有分享的 你分享你的朋友 你分享你的朋友 我幹嘛 很多朋友 很多雞腸 對呀 是很多雞腸 真的這麼好 這一本呢 就是呢 分享了 我分享了嗎 Dr. Jason 峰 我講說 真正的華人之光 那位 他是神科的醫生 每天就活很多糖尿病人 然後很多人就要腳腳的 你知道很慘的嘛 那麼 他就寫了一本 就說 為什麼你身體的胰島素 是控制體重的關鍵 懂得翻譯 多厲害 看吧 這個成品有得賣 好像兩塊水 一本 網上訂購便宜一點 這個就是另一個醫生 就是老神經外科的 David Permutter 他有一本叫 Grain Brain 他就說 穀物如何蠶食我們的大腦 當然啦 譬如桂格 雀巢 這些公司當然會跟你說 穀物好 穀物有纖維 沒有纖維 你摸不到 喀喀的嘛 但是如果你看一個 老神經外科的醫生 如何綜合了他三十多年的經驗 告訴你 其實 食得穀物多 那些人蠢很多 怎樣令你的腦 一忽忽的 沒有了 這個又是另一個醫生 就是Eat Fat Get Thin OK 行不行 就為什麼 脂肪是控制體重 減重 以及享受健康的一個重要關鍵 自己看一下 OK 那這一本呢 是好的 這本呢 就是 又是另一個醫生 我只是看醫生的書 因為我自己不是醫生 我講話沒有權威性 所以就是 看醫生的書 你可以quote醫生講的話 有幫助很多 那這個 Dr. Mercola 他這一本書 就 有好又不好 那我先講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 就是他將一些 大家很難正常去理解到的 譬如你的細胞 用什麼的新陳代謝 捷徑 就是Metabolic Pathway 跟著他怎樣產生能量 為什麼 生肚飲食和Cancer會有關 幫到Cancer 如是等等 他有些很淺白的文字 但是呢 他 虛了虛了什麼呢 就是呢 他呢 鼓鼓滑滑地 就不想用生肚飲食這個字 他想好像自己 將它私有化了 這樣 這個就不喜歡我拍了 OK 好了 然後呢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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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本也是好東西 這一本呢 就是一個英國的醫生 OK Azim Maholtra 他呢 就是講真正的地中海飲食 你就不要幻想說是這個 羅馬或者是一個 就是法國的飲食 就叫做地中海飲食 OK 是真正最核心的地中海飲食 其實是一個叫做POP的地方 也就是我雜雜 和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奏麻 and I'm pretty sure 他現在在地獄中受苦 那個人叫做Ansel Keys 就是今時今日 我們那個很可愛的食物金字塔 就是那個很荒謬的食物金字塔 就是那個呢 吃了幾十年就令到 生癌症也好 糖尿病也好 痴肥的人口暴障的那個 金字塔的創造者 他自己就走了去POP 住了三十年的 這個人 end up 是活到99歲 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不吃碳水化物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人 不是Dr.Multra 我說的是Ansel Keyser 他在80多歲的時候 他又走過出來 他就說我錯 我當年義氣風發 我為了想贏英國 即是比岸的 那個John Yutkin 所以我就說糖 不是他說糖不好 我就說脂肪不好 但是呢 當你有這麼大的利益牽涉在內的時候 就too late了 他想走出來 take back 他想走去跟 medical journal說 都沒有人肯登他的東西 那誰可以作證這件事 就是 這一本 如果你真的一千零一本 你只肯看一本英文書 你只肯查一本英文書的字典 就買一本 那名字有點 catchy 其實是跟Edkins沒有關係的 那就是這三個 Eric Westman Steven Finney 以及Jeff Follick 這三個醫生 那Steven Finney 就是我說 他是可以作證 就是剛才我說的 Ansel Keyser 走出來就說 我錯 請你收回我之前說的說話 但是沒有人肯登 OK 再來了 OK 其實我也挺勤力的 有去看很多書 那這個 Garry Tobes 他是一個記者 他寫很多 以前還在做記者的年代 他是做很多的 關於健康、醫學 嘩 怎麼有聲音的 是的 的訪問 所以他自己get into 這件事 後來現在就成為一個 best selling的作者 他有兩本書 The Case Against Sugar 看來那張紅色蜂面 另外一個就是 Why We Get Fat OK 可以嗎 這些都是好的 他還有另外一個叫 Good Calories Bad Calories 就是那句 你一天吃15kcal的Oreo 和15kcal的三文魚牛油果 和乳液甘藍 對你的身體會有很不同的反應 OK 接著就有 The Complete Guide To Fasting OK 就是剛才那個Jason Fone 有沒有記得 他就是講這個 斷食、輕斷食的 不同的做法 那 吃得什麼、不吃得什麼 喝得什麼、不喝得什麼 還有裡面有很多的stat 就是 很多的數字 是去back up 為什麼 是好的 OK 是 OK What else 正方有一本 英文正方一本 然後其他又中文 其實我之前展示過給你們看這些書 那你們 如果不想聽我廢話的話 你就去買 很簡單 OK 有肥仔塞機 鏡頭角度都好些 哎呀 多謝你呀肥仔 肥仔 你是不是在看我們的節目 還是你在打機 哎呀你很專業啊肥仔 OK Tripping over the truth OK 就是 How the metabolic theory of cancer is overturning one of medicine's most entrenched paradigms OK 怎麼了 我兩個兒子在玩 OK 這一個 如果 你親人 身邊的人 有cancer的話 你是值得看的 OK 在這個時候 我順便可以 announce一件事 就是 我之前 因為我一直都安排不到時間 那我的時間呢 就算安排了 都 會有變化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之前 我約別人在外面做 consultation 就是如果你信得過我 你覺得 你說你也有文有路 那我想見你 那我想跟你聊一下 關於生酮飲食 或者是 我家人 或者我本人 有糖尿病 cancer或者什麼 那 我想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或者 我有什麼 製品 應該吃不應該吃 譬如我經常 都會面對到 一些人說 吃Omega 3 吃魚油丸 怎麼了 你怎麼了 在做節目嗎 那 這些我是覺得 我是可以 見面跟你說的 但我之前的做法 就是我約在外面 就 跟別人聊 然後 整件事就 是便宜一下 為什麼便宜一下 我解釋給你聽 怎麼了 bride 拍照 り來 大家都很久沒有見你了 好啦 好的 大家 看 αυτό 在上面 原因是 他們都不知道 你問她 什麼可以吃 可以吃什麼不吃 他們真的未必有煮東西 他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麼 例如你要怎樣炒、煮、怎樣做 我後來想想就不要搞了 不如這樣吧 不如你上來我煮一頓生酮的食物給你吃 給你體驗一下、給你感受一下 給你知道可以吃什麼和不可以吃什麼 還有我直接有一些原材料 例如我整支椰子放在這裏 放了一支MCT中領脂肪酸油 或者原棕鋁油等等 總之可以用的東西包括鹽、Stevia、油 有些什麼Supplements 我全部都撒在那裏 那我就逐個逐個說 那我沒有理由在外面做考慮 我做不到這件事 我沒有理由整個行李拖出去 就是這一堆保藥檔 但是在我的地方就是放在這裏 你不明白嗎 那你就看這個適合你的 這個適合你的 這個適合你的 那你可以買 你可以在哪裡買 同時我煮一頓飯給你吃 給你感受、給你明白 是怎樣是一回事 還有我發覺這件事挺好的 因為我試了有幾個聽眾朋友試了 就是他帶家人過來 是沒有想過生童是怎樣的 就是他可能覺得很變態的生童 就是吃肥膏、吃肥油 什麼 你陷阱默默地看著我 就是怎樣 龜仔 OK 那麼 唱到原來那些東西 原來那些東西好吃的 原來跟正常吃的東西沒有分別的 好像我昨天才做了一個 八個人的生童餐 是有窩囊的 我做了窩囊 你要Pancake也可以 上面有Wipping Cream 有草莓和藍莓 然後有Pancake Syrup 是可以的 是沒問題的 然後有豬手吃 有Pasta、有蛋 那麼 你約我吧 不過我要說 我的Priority 就是我優先 是會給Cancer Patients先的 因為Cancer 大家明白了 同一個時間競賽的一種病 所以就要優先給他們先 如果你是其他東西 譬如糖尿的刺一等 你純粹減肥的等下 那就不要說我為什麼會偏心 就是有原因的 OK 你對著都這麼疼的 哎呀 我的兒子真好疼的 你看一會 不是Pancake上來 我這裡 所以老實說我都要Screen 如果你的行為貌似痴漢的話 我不會讓你上來 還有或者是 覺得 怪怪的 不好呢 所以就 也就是那句啦 選了是 Cancer Patients先 說起Cancer Patients 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一定要他本人上來 不要女兒或者兒子上來 想著我學完之後 我回去就幫爸爸媽媽處理 是不行的 因為他本人一定要配合 他本人一定要明白才行的 如果他會問這些問題 其實你單純以為了解了操作 你回去其實是解不了的 你明白嗎 所以我必須要他本人上來 才行 所以如果你帶不到他本人上來 就 線了 OK 可能一個月我會安排 I don't know 兩次 看反應的 如果反應熱烈的話 哎呀 那可能一個禮拜一次 I don't know 看反應的 好嗎 你們上來就可以 看到他本人 他本貓 是不是 還有他 他剛剛心靈感應 跟媽媽說 就說 希望你們上來的時候 帶點親奶魚罐罐上來 這個他說不關我 不可以這樣的 你知道嗎 別人上來 為何要帶罐罐 我都不知道 不如你叫我講我講 好嗎 好了 OK 那 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我發覺我走了很久 所以我也是時候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之前 我進入主題前 你們先問問問題 肥仔你幫我一杯奶茶 麻煩 謝謝你 謝謝 對 很久沒見了 我知道 你們沒有問題 為什麼這麼有趣 問吧 快點問問題 問完問題 我就 蛤 桶在廚房 高血壓這個問題 可以 等一下說 肥仔 下面那排 最右手邊 對了 跟著 吊在那些細 那裡有飲桶 我會安排的 譬如說 將所有的 cancer patients 安排在同一晚 OK 跟著 糖尿病 安排在同一晚 我現在的做法 就是 我講自己 每個月的1號至3號 我會斷食三天 OK 真心說 到今時今日來講 是零難度 那麼 我 每個月的1至3 你看到她摸媽媽的臉嗎 她很愛她媽媽的 你真是 要什麼牌子的冠冠 什麼牌子都可以 但那個吉罐上來 我打死你了 我立刻拍你出門口 你看她幾隻 她摸媽媽的 對不起 親子時間 不是親子當 你們聽不聽到 她有那個 咕咕聲 即是貓咕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你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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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心血管疾病 其實我是要 大肆地說的 但是 就 我打算 遲些再說 但是 其實我 隱藥之間的幾集 我也有提過 就是 其實 當你的脂肪細胞 要釋放三酸金油脂 因為你不給葡萄糖 它嘛 是不是 這樣 它就要用脂肪 那脂肪在哪裡 脂肪除了你吃的 就是靠你身體裡面的 那你也想用你身體的 不然你不斷斷 也不是球 咦 是不是斷了 為什麼它好像斷了 那樣 臭小子 等一下 我先打開 不好意思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哈哈 你說的 你說的 嗯 你剛剛大喊 就怎麼樣 你 你幹嘛大喊 等一會兒 大家 我平常在家裡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用出家了 有仔萬事足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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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是嗎 OK 嗯 首先呢 唉 我講小小 膽固信 我講小小 我不想講太多 住 因為我想有一集 專題這樣講 講到你們明山為止 但是講小小 就是 什麼 就是當你的身體 不吃脂肪 不吃糖的時候 你身體裡面 在你腰 內臟周邊 Hair Loss有沒有講 就講了 就講X了 上一集 一個月前那一集 我消失一個月前 你們這些傢伙怎麼這樣 人家說話說人家沒有講 人家說話又沒有聽 人家說話又沒有聽 人家氣死人家 當然有講過 怎麼沒有講過 然後呢 好了 你不吃糖 你的身體就要用脂肪 你這顆脂肪細胞裡面 聽過的人真的覺得很慘 講過的人覺得更慘 你這顆三酸筋頭脂要分泌出來 那要怎樣分泌出來呢 那要怎樣分泌出來呢 那要把膽固醇把膽固醇到處走 其實這麼簡單 你的膽固醇會到處走 但他到處走是沒有問題的 各位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人 三十幾歲又停經 四十幾歲又停經 是因為你吃的東西 不斷說要剪掉膽固醇 你知道嗎 這個性肺脂肪 就是我們的性賀爾蒙 為什麼看得出你是女人 或者看得出她是男人 那些是性肺脂肪 就是因為 是需要 你幹什麼 你坐著 你媽媽很分針 就是需要膽固醇和維他命B5 不要只想起Pantene原B5 維他命B5加上膽固醇 就是合成我們的性肺脂肪 所以你不夠膽固醇的話 你等停經也可以 如果你是女人的話 或者你的臉很乾 或者說噁心點 你的胸部很鬆 如果你想看下去 還是比你年輕的人 例如我姐姐 比我年輕的人 就是因為你的食物裡面 你的肌肉要足夠 你的脂肪要足夠 你的維他命B要足夠 可以嗎 你的肌肉 分成LDL和HDR 我們再找一集再講 但是 它是載著 它好像叫什麼 小哥叫什麼 什麼聲號 什麼聲號 臭小子 雙子聲號 那個油論 是不是雙子聲號 什麼號 它是載著人 它也要載著浮艇 不然你就會變成Titanic 你不明白嗎 所以就是說 你那些 Titanic不夠浮艇 Titanic就是不夠浮艇 那些人死得這麼嚴重 正常應該要一比一 Anyway 如果你不夠浮艇 你就不夠性肌肉 你不明白嗎 那些脂肪細胞要游走 它是需要肌肉 扯著它到處走 所以 你看到我中風沒有 我還沒中風 那你就不用怕 你不明白嗎 我告訴你 我剛剛吃了什麼 好嗎 怎麼了 我剛剛去吃寒燒 如果你要約朋友吃飯 然後你很怕 他選了一些 你不能吃的東西 我告訴你 是沒有的 是什麼都可以吃的 要按摩了 其實你生糖 你哪裡都可以吃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怕 你怕他選了 譬如說 雲吞麵 或者是粥泡 那些是災難一點的 我明白 那你可以去推薦 吃寒燒 吃寒燒 是最最最最最生糖 生糖到你不肯 就是你點這個 我剛剛點了什麼 我點了五花腩 還有這個 豬頸肉 然後 它有蒜片 然後 麻油鹽 生菜 你不肯吃 包著吃 說不出一件事 不衛生酮 總之你不要叫那些 石頭鍋飯 炒粉絲 泡菜煎餅 海鮮餅 那些 其實 你覺得就這樣吃 豬腩肉很悶 那你吃牛 就吃牛 然後 你可以加個湯 是不是 其實真的很OK 我簡直飽到現在 差不多動不了 然後 打火鍋也很穩固 打火鍋菜 我陷阱默默 打火鍋菜加肥牛 還有什麼 我吃了就吃豬腩 我基本上每天都吃豬腩 那 譬如我 雖然我是做意大利菜 我是煮pasta 我煮甜品 但是 我對每一個客人都跟他說 其實呢 你真的愛惜自己的健康 你不想你家人 要照顧你 你不想你自己老了 畢生的積蓄 instead of 去環遊世界 去養醫生的話 還要插喉 在醫院睡著 的話 OK 戒糖 如果你來吃過我煮的東西 是生同餐 你會明白其實是完全 沒有影響的 你可以 非常豐盛的一頓飯 或者每天都吃得很豐盛 或者好像我兩三天才吃一頓 很豐盛 但是 完全 完全 不會讓你覺得 你人生少了些什麼 我都說了 你Pancake都吃到 你Waffle都吃到 你有什麼不行 那是什麼 你要轉手舖 但是你這樣 別人才看到你 如果轉這邊 沒有這麼對鏡頭 那你又這麼帥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配合一下好嗎 OK 所以 你膽固醇 你不用怕 膽固醇 其實我之前 Post過 有沒有Post過 我應該要Post過 但是他英文 全英文的 你自己聽 或者你找朋友幫你翻譯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他是不斷地刺手指 不斷地抽血 不斷地拿自己的 cholesterol 的水平 來給大家 作為一個試驗 因為其實 很悲哀 很悲哀的 就是我發覺 一些讀得再多書的人 外國回來 讀得很多書 其實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又要罵了 OK 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 做什麼 你不要讓媽媽分心 好嗎 你坐定定 好嗎 我抱著你 好嗎 乖仔 好嗎 膽固醇 他只要不是結合了那些氧化物 沒事 第二 他只要不是 跟鈣結合了 去修補你的出血的血管內壁 你都沒事 所以其實最主要我們說的 是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氧化物 那什麼是氧化物呢 各位觀眾 就是我們出街 必然 不會遇到好的油 我經常都叫你們 不要用那些什麼 花生油 芥花籽油 大豆油 粟米油 那些 那些其實就是 高度氧化油 OK 我經常都說 你煮東西 你只可以用飽和脂肪 你不要用其他 那些 你這樣媽媽要放你落地了 OK 你已經令我很分心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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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 其實她是想打敗你 她不是 她愛的表現 她是叫媽媽看她 看她 她一直在鼓 你知不知道 大家聽不到 她是肚子 她一直摸著我 你知不知道 是啊 因為她發覺我不看著她 所以她就要我看著她 是不是 嗯 但是這樣不行 好了 這樣 就說回來 所以你們如果真的很害怕 嘩膽固醇膽固醇 我可以告訴你 我一點都不害怕 我真的不害怕 正如有人問我 就說 哎呀 我的小朋友脫頭髮 鬼剃頭 很多個禮拜前 OK Send in box給我 接著她就說 我不 我不知道怎麼做 那些 我 你又說 小孩子不可以生痛 首先 我是引述 那些科學家 是說 他們沒有做過很詳細的實驗 在小孩子身上 所以他們得不出一個結論 就是 可不可以 是否一件好事 去幫小孩子 進行生痛 但是如果你記得我說 不論是愛斯基摩人 還是 Ossage OK 東非 以及以前的中美洲 不同的族群 即那些六七十歲 還有腹肌那些 整身肌肉那些 你猜她們的小朋友 是怎樣大 其實你舉一反三 很簡單 難道他們的小孩子 就是吃粟米片 Bagel 喝Sarbus大的嗎 愛斯基摩人的小孩子 就是愛斯基摩人的大人 這樣的吃法 其實 很簡單 他們不會有 乳衣甘藍的 不是他們想不想的問題 他們的環境不許可 如果他們的飲食方法 不成功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未滅絕呢 還存在呢 好了 還有你看看愛斯基摩人 他們的 Before Western Diet was introduced 在他們未開始進食 西方的 Bagel Pasta 麵包 飲食之前 人家基本上 是零cancer rate 那你又解釋一下 你明白嗎 他大人是怎樣大 他小朋友就是這樣大 有人問我在哪裡買阿華梓禮 唉 不如我做代理吧 我真的崩潰 搭了一萬次 二十四小時 衛巷 即是我家附近那間 如果你找一次 找不到 你要多找幾次 因為真的很可能賣光 因為認識貨的人都會知道他是好東西 對嗎 嗯 養這個兒子 很貴的 因為你以為給他們罐罐吃貴 其實呢 這傢伙 不喝水的 好像他媽媽一樣 但他媽媽都說是喝奶 不是他媽媽喝茶而已 這個小孩是喝貓奶的 貓奶是五十元一瓶 小小小的 是沒有乳糖的 嗯 這傢伙是當水喝的 是啊 所以為什麼呢 所以為什麼呢 他只有六個月大 就已經這麼大隻 而且無神神到這樣 嗯 是不是 嗯 動物 有人生過給我 問我 動物呢 生癌症 即那隻狗仔生癌症 他就聽人家說 就給小米給他吃 那我的眼睛反到後腦那裡 為什麼狗呢 他的祖先是狼呢 你會給小米給他吃 OK 那譬如這傢伙呢 OK 睡吧睡吧睡吧 不要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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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傢伙呢 他的祖先 或者他的親戚 是獅子老虎呢 他媽媽都不會給小米 粟米 大豆去吃 那些毛糧的 那些 叫做什麼 毛糧的 貓狗糧箱呢 為了省錢 當然會放那些下去 但如果你是真是愛惜你的小朋友 毛鞋 你自己弄吧 自己弄 生肉 即是那些肉回來 那些連骨 用那些 硬碎機 弄到碎了 雞骨 雞骨其實也不怕 我知道人們會問這個問題 雞骨其實不怕 它不是熟的 就沒有問題 生的 是OK的 所以動物 它為什麼吸收到足夠的鈣質 足夠的礦物質呢 因為他們跟我們的祖師一樣 就是整隻動物吞 我們的牙武 沒有他們那麼厲害 是不是 還說打我 摸我 他們就是 我們的牙武 我們就拿骨子去煮湯 但是牙齒很厲害 整隻吞 那為什麼雞骨大鑊 因為熟了才大鑊 熟了雞骨很脆 就怕插傷喉嚨 插傷胃 會出血 但未熟之前 是很OK的 硬碎了 你可以拌一些三文魚油 如果你再蛇骨一點 你可以拌益生菌 OK 這樣就拌給它吃 我以前給我家裡的幾隻小朋友 是吃這些 我舉例子 有雞肝 牛心 為什麼有雞肝呢 因為維他命D很高 所以大家如果吃日本串燒 拜託你吃雞皮和雞肝 因為雞皮就是吃透明質酸 讓皮膚 雞肝 維他命D 維他命D3和K2 是心血管疾病 必需要有的東西 都是那句 你給點心機 等一下 就會有講心血管疾病的專題 嗯 OK 那時候我們就會大大力去講膽固醇 以及高血壓 其實高血壓 我也講過 你先補充甲 你補充了足夠的甲 你就看看你的血壓會不會跌下去 是會的 正常是會的 OK 還有血壓高的 做一下瑜伽 你瑜伽 你拉一下筋 等你的血管有彈性 你的血壓都會降下來 OK 阿姐今晚才做完 做完瑜伽就去吃豬腩 然後回來做節目 然後 待會就 媽媽 待會就做什麼 是蒸腳腳和Fulmash 然後一路打遊戲 哈哈 這就是我的生活 OK 好了 就在我講蒸腳腳和Fulmash 之前我在說什麼 肥仔 肥仔眼神 我知道牠眼神 聽眾看我 啊 在說狗狗 我之前就是給雞肝 雞肝要維他命D3 而且是要吃內臟的 千萬不要突然有些什麼 潔癖的 說內臟很髒 不吃的 豬大腸是最好的 夠肥的 吃生酮的人 麻煩你吃豬大腸 自己鹽外面的不夠乾淨 自己買回來洗 第二 我會加牛心 為什麼買牛心 因為Taurine 牛黃 是否叫牛黃酸 是否叫牛黃酸 我怕 後面那個死肥仔說 只知道什麼 什麼單公牛黃酸 好像不是叫單公牛黃酸 Anyway Taurine 是牠們給腦部健康的 給眼 然後D3 就是心血管健康 還有 是有很多好東西的 鐵質 那些 不要動的 然後我就會拌 比如 免治牛肉 然後 沙文魚 然後 然後我就會拿西蘭花 打爛了 拌勻 拌勻 讓牠們吃 那時候的貓 是很漂亮的 不是現在不漂亮 那時候更漂亮 那些毛很長 很亮 那些貓 那些貓 是小顆 還有不臭的 那些貓 是真的 很噁心的 那就是 後來 因為有一隻 就拿了去看醫生 那醫生 就開了 獸醫糧給牠 安宮 安宮牛黃圓 那 就 沒辦法 才全部吃完乾糧 但我遲早都要幫牠們轉回 那如果你真的會這樣做的話 你會體驗到 跟人一樣 你生童之後 你才會明白 你自己過去幾十年 或者十幾 或者二十幾 或者三十幾年 是如何毒害自己的 OK 那如果你的貓狗 是吃開貓狗糧 然後突然之間 你幫牠轉了 which I need to tell you takes time 牠不會一來 就很開心 就去吃那些 即是生肉餐 牠需要時間轉的 那轉的方法 就是你要騙牠 你要騙牠 就是拿罐罐 OK 那譬如你拿罐罐 你就是 九成 混一成 明白嗎 九成是罐罐 一成就是生肉餐 然後變成 8比2 7比3 一路對下去 對到一時 100% 全部變成生肉 牠傻傻傻 不知就吃了 唯一一個 你要留意 我覺得 就是 好似我的貓 是白色的 牠的毛很長 牠們會吃到 整個胸口 變成粉紅色 因為牠一直舔 那些血水 全身粉紅色 然後媽媽就很狠 每一隻 耳朵 幫牠擦 如果你不是長毛貓 不是白色 就好一點 短毛貓 或者短毛狗狗 最好 因為說真的 你真的會看到牠的健康 是不同的 模式 精神 各方面都不同的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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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 神經病 因為 我不論對人 也好 對貓狗 也好 我們都說 有必須按基酸 有必須脂肪酸 沒有必須碳水化合物 那你為什麼要吃 既然不是必須 是不是 那 就像說 我的勞騷要發的 就是在於 有很多人 你如果 信不出牠的生酮 你就任由牠 說真的 你不需要 贏這一場仗 我們現在不是在玩十字軍東征 你明白嗎 就是牠不要 牠就不要 牠覺得牠現在吃粥粉麵飯 牠很開心 你任由牠 就是 你沒有辦法改變到世界 就是 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你自己瘦了 漂亮了 精神了 病痛少了 那麼 最近有一個 女孩子 其實她媽媽就有四期的肺癌 她就跟我說 她就說 她一直約我幾次 時間大家就不到 但是她就說 她就說 她以聽我節目的方式 去幫她媽媽安排生酮餐 她媽媽吃了三天 都不痛了 都不需要吃止痛藥了 這樣 因為你知道 肺癌是會痛的 有人問一個問題 吃壽司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 你拿 有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好的 很簡單 你只需要 找驗癌療酮的獅子 或者是 找血療酮的獅子 你就知道有沒有問題 我經常都舉 那兩夫妻 老公吃四個瑞士卷 老婆不吃瑞士卷 但是不做運動 老公吃瑞士卷做運動 但是老婆到今時今日 依然是拋離她老公九條街 就是我們說 她的身體 去利用脂肪作為能源 是比她老公有效很多的 那我禮拜日 即昨天主的那個聽眾 她是之前生酮了一段時間 她發覺自己的血糖一樣是這麼高 因為她有糖尿病 她就放棄了 其實不論是剛才我說的 四個瑞士卷的老公 或是生了一段時間 放棄了現在再生的 這個糖尿病聽眾也好 你要知道 你這麼多年來 這麼高的碳水化合物 這麼高的糖分 對你的身體 已經構成了傷害 而那個傷害 你不要以為 你一天半天 你就可以逆轉 令到她完全康復 不會的 你需要時間 讓你的身體去治療 那我好在 我所幸的就是 因為我像我爸爸 我是不喜歡吃碳水化合物 不喜歡吃澱粉 即是你問我 譬如我去吃西餐 那個麵包腩 那個麵包 如果是美麵的餐廳 麵包是很美麵的話 我加牛油 我會不會好吃 我當然會覺得好吃 我會不會節省不吃牛油 當然不會 我拿一塊幾塊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我會吃麵包 但我不會吃得很多 那 我一直從小到大 無論以前哪個 吵架 說那些什麼 Cook Zero也好 Diet Coke也好 對身體沒有益 這些代糖是不好的 我不管 我一直這麼多年來 我都貫徹始終我不管 我就是喝 喝新的東西 我都是喝Cook Zero 或者Diet Coke 那如果我去茶餐廳 那它沒有Cook Zero 沒有Diet Coke 我喝檸茶 我就是喝小甜 那所以為什麼我一生酮之後 對我來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而且我兩個星期已經全面 Kilo adapt 兩個星期是很短的時間 這個要解釋一下 概念 解釋一下 概念 就是 你不吃 澱粉 糖分 有字邊的糖 不是米字邊 只需要24至36個小時 你的身體就已經 會拿脂肪出來用 簡單說 你的膽固醇就會升 因為它是載體 它要扯住脂肪酸到處去 丟下它 然後在身體裡游走 為什麼生酮之後 反而有人會年輕 我知道有男聽眾的 有些尷尬 也有女聽眾問我 我照說不怕 因為 我本著這個 educational purpose 就是為了教育的角度去說 就是說 如果生酮瘦 胸會不會縮呢 我告訴你 任何其他方法 都會的 但是生酮居然不會 很驚訝 我自己也很驚訝 我就說 糟了 我肚子肚子一路縮 但是胸會不會縮呢 完全沒有 甚至你說會不會 咦 還豐滿了 我自己覺得是 很難解釋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你身體 得到它要的東西 中醫所說的 氣血充盈 自然就會這樣 初時我解釋不到 但是後來我覺得 我只能用覺得 因為我沒有一個 lab 我沒有一隊的研究團隊 我沒有幾百人 維持十年的實驗證明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 我的hypothesis 就是我的懷疑 正如膽固上 會構成心血管疾病 也是一個hypothesis 一個假設 從來未經證實 驚喜 驚喜 是不是 好了 我的hypothesis 為什麼生酮後 會年輕 皮膚會好 如果肥仔喜歡的話 你可以把鏡頭搶過來 或者我把臉搶過來 我也是沒有化妝的 我塗了唇膏 但是我是沒有塗粉的 但是我的皮膚狀態 like I said 是好過我過去這麼多年 那是不是因為我轉了護膚品 或者我敷多了 或者什麼 沒有 我這方面的變化是沒有 但是真的由內而外 開始好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因為 你的膽固醇 大家最害怕的 以為膽固醇會害你的 但是我覺得 驚喜 因為我知道膽固醇 基本上是構成sex hormones 即是女生皮膚滑不滑 細不細緻 毛孔粗不粗 多不多毛髮 或者是多不多油 男人脫不脫頭髮 這些呢 都跟你的sex hormones有關 當然脫髮 我之前講過了 麻煩自己追回來聽 脫髮其實是跟礦物質有關 有一集深入的講了 所以麻煩自己追回來 好嗎 我覺得為什麼生酮之後呢 是年輕了 皮膚滑了 腰幼了 胸維持不變 甚至豐滿了 原因是做一個sex hormones 即是你變回年輕女兒的狀態 你明白嗎 即是脹髮髮 我講皮膚脹髮髮髮 胸髮髮髮髮 但是腰那些會小 你見年輕女兒就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 一個中女不應該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膽固醇被釋放出來 因為它就是那隻潛艇 它一直載著脂肪到處走 脂肪酸到處走 所以這個時候 你身體加上有足夠的維他命 B5 它就合成到sex hormones 那便變成了 你的sex hormones 前所未有這麼高 你便變回年輕女兒 你明白嗎 變回正直性年 或者少年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 哎呀 不復當年 皮膚好像不夠firm 然後胸部又覺得不夠firm 不夠挺 你儘管試一下生童 feel it for yourself 我覺得 我說一件趣事給大家聽 但我又要找回那個whatsapp 因為我真的要讀給你們聽 這件事是很神奇的 OK 你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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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find 那個人 OK Give me one second 還有讓我喝一口水 你們有問題 儘管問一下 我真的想打開他的樣子給大家看 OK 我真的打開他的樣子 好壞 OK 就是他了 大家見不見到我鏡頭 看不看到 因為我這裡有個time difference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見不見到現在 看到單聲 OK 清不清楚 看不見到 OK 好了 我比較壞 我比較壞 我的嘴巴很賤 如果聽到我的節目的人都知道 我的嘴巴絕對不是好 沒什麼嘴巴 這傢伙 第一 沒有頭髮 第二 是overweight by 我想三四十磅 還有你見不見到 他的臉色是很灰的 而且整個眼周邊是藍灰黑色的 OK 好了 很棒 但這傢伙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他居然 在一個場合上面 那個場合就是很多廚師 一起的gathering 那 我本來就在想 哎 兒子你就下去了 那你下去就不要再扭 說要上來了 知道嗎 OK 你下去找哥哥 好了 那 那個場合呢 我本來就去閉藝 閉藝是什麼呢 死啦 吃什麼的大哥 你待會兒吃中菜 我就站在那裡 做有揚州炒飯 有鴛鴦炒飯 有什麼什麼炒麵 那些我死了 啊 Thank God 原來是這個 叫做 叫做 宵夜吃 就是barbecue 我心想發達了 那我去到 OK 我就夾那個豬手 豬腩 還有 我忘了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啊 雞翼 OK 我就在那裡 c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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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吃 然後這傢伙走過來 開我拖 是不是神奇 OK 我那天不是做節目 我那天也不是 對著我自己平時的客人 那我沒有責任要 就是 跟你們去酸道的 OK 那我自己 mind my own business 那我就拿著一碟東西 拿到一邊 淋橄欖油 然後海鹽 發達 This is perfectly keto 然後他走過來開我拖 他就說 Do you know How long it takes for your body to digest that 這樣 他說 This will kill you 這樣 然後呢 我不想理他 你知道嗎 一看他的樣子 我猜他 我不知道他是哪裏人 我猜他是 印度 或者是果頭 然後呢 我不想回答他 不理他 然後他繼續捉住我 繼續捉住我 繼續說 這樣 到最後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說 我的名句就是 你有必須安基酸 有必須脂肪酸 但就沒有必須碳水化合物 他就說 人就不應該吃肉 人就不應該吃脂肪 人就應該吃樹上面這些東西 根據這個IU Feeder 我們四千年前的什麼什麼 我最崩潰的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呢 當你 面對一些 怎麼說 不同意見的時候 你與其是正面去面對 你們走出來 閃避的話題 有聽我的節目的人會知道 我是有政治立場的 很明顯很清晰的 OK 我不介意遇到一些人 跟我的政治立場是不同的 只要你能夠有理有節 去陳述你的討論 那麼 有一個英國的 commedian 其實他是一個actor 他很成功 他在Youtube有一個 sensation 很多人追他 那些片是幾十萬幾百萬看的 他就是去假扮一個記者 然後呢 去將他的看法去講出來 他就說 我們需要的是argument 不是和諧 不是滅聲 就叫做和諧 不是不讓人說話 將人家 打成這個法西斯人渣 就是你贏了 OK 為什麼我要提這些東西呢 我不是想說政治 這個節目不是說政治 我想說的就是 當我傳給他一些 OK 譬如我尊重你 coming from一個 印度四千年前的 Ayurvedic的角度 但是我給你看的是 科學實驗證明的角度 不是back by某個大財團 給錢做的科研 不是 你明白嗎 一些商業機構公佈的數字 是真是個別不同的 medical scientific findings 去back 但是他就會說 美國那些全部都是corruption FDA那些全部收錢 是的 接著 我跟他說 譬如我開這些給他看 OK 我就說 其實我們身體裡的Fuel Tank 即我們的能量儲備 如果你是用碳水化合物 只存到二千個cal 但是如果你是用脂肪的話 你存到的是二萬至十萬個cal OK 因為那個Tank的大小不同 即是你出街 你只可以用省紙的話 你就很快就沒錢 但是如果你發覺 你出街是有幾億 在你的瑞士銀行戶口的 你只這樣按個按鈕 你可以給到的 那你還需要帶個省紙包 我現在不就unlock了 我的瑞士銀行戶口 我就用到我身體裡的脂肪 即我肚腩那些 OK 好了 第二個圖表 我給你們看一下 OK Sorry 我要帶過來一點 因為我要看自己的螢幕 我才看到我要說什麼 OK 大家看不見到 大家看著先 因為我要等那個 Lab 看不見到 OK 當你吃carbohydrate 即是你吃碳水化合物的話 你就是會被構成 就是你只能夠用碳水化合物 這種形式的新陳代謝 即是被迫著你 只用碳水化合物 簡單來說就是 你一吃碳水化合物 立刻飆上去 然後你的胰島素要出動 因為它怕你會死 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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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立刻炒回你的糖 炒到很低 OK 就有一個所謂的sugar crash OK 那 就是 上 砰的聲音 跌下來 過山車 但如果 你用脂肪作為原料的話 沒事的 你的胰島素一直都很穩定 你的胰島素很穩定 代表什麼 你就保障你自己 不會有糖尿病 你明白嗎 OK 還有 亦都有 新的findings 我發了出來 給我的朋友看 就是 cancer 已經被證實 是跟胰島素高企有關的 那大哥 那你還想吃這麼多碳水化合物 做什麼呢 我想問 好了 但這傢伙 你不斷 即是我說剛才那個人 他即使禿頭 他即使超肥三四十磅 即使臉色是灰色 眼周邊是灰黑色 他都仍是認為四千年前的東西是對的 即是你緬懷在過去 就是中國四大發明 喂 但老實說得罪些說句 孫師廟 我知道你是藥王 千金耀方 千金逆方 是你寫的案名 但是如果中國人 發明火藥 而自嗨幾千年 我就麻煩你了 即是休息一下 你自嗨了 沒有幾千年 一千多年 喂 大哥 你不是為了改變世界 你不是為了發明一個大殺傷力武器 而研發出來的 火藥 是因為你們在玩鍊丹 是不是 因為皇帝要撞羊 唐朝的時候的事 皇帝說我後宮妃嬪 三五七八千 我搞不定 那時候又沒有偉光 又沒有厲害事 所以我就需要吃紅丸 然後就玩天一生水 然後裡面再加mercury 再加醫 再加路 在臉上爆了 爆完之後就 過癮 未死的那些覺得 死的那些就魂歸天國 然後 老老實實 你不是特意研發出來的 and by the way 你研發了 我當你真的研發也好 你無心發現也好 你發明了這件事 但為什麼去到明末的時候 你異和團你這麼嚴重 請問 為什麼你被那些翻軌子打到你 落花流水 人家那個火槍的發明來自你中國 原來你有一個 competitive edge over 人家 拜幾十年 你發明的 就是因為你沒有再力求進步 所以為什麼要看這麼多書 要看這麼多的 latest finding 我兩邊都看的 我看一堆獨立的研究報告 科學實證 我亦都看同時就是那些很棒的食品公司 給錢endorse 給錢sponsor 做的那些 走出來說 你每天都吃燕麥又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 如果你吃 怎麼了 媽媽說你下去就不能上來 你叫什麼 沒有的 先做完節目 好嗎 所以就是說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你還認為四千年前的東西 是至今都對的 有什麼可能的 大佬 還有這個人是很好笑的 他是不斷地 不斷地變幻龍門的 我們發覺 這兩個鄰近的國家 中國和印度都是很變幻龍門的 你逼到他埋牆角的時候 他就馬上閃縮 不知道去哪裡 他就說另一件事 希望可以爭取這個議題 你爭取不到這個議題 因為你不是面對我 所以怎樣debate 我們講邏輯訓練 講辯論 By the way 蕭公子是中大辯論隊的教官 很多年 就是當你是一件事 你就是拿著那個點 你爭到爛為止 不論是以前的古希臘 又是這樣 變 你不要轉話題 你不要說另一件事 就是那個點 講到尾 OK 講分了勝負之後 再去第二個點 到底身體 需要不需要葡萄糖 我跟你說到爛為止 身體需要不需要脂肪 我跟你說到爛為止 身體需要蛋白質 需要多少 講到爛為止 我們逐個點拆掉 之後 再進行到下一個話題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他生活在乾果 和菇菇 這個就是我在印度 我做過瑜伽訓練的時候 就是這樣 那個 那一個 要我們當神的拜 那個Guruji 七十幾歲 我跟兩個假妹 就上課了 上了整個月 畢業的時候 大師傅 大師 Guruji 就會出來 我們之前沒有見過她 但是 享負盛名 很厲害很厲害 那一刻 我跟兩個假妹 跟其他 東歐婆 意大利婆 法國婆 都坐在那裡 維也納婆 都坐在那裡 然後 我們想著 一個 藤雲駕墓 一個儒家大師 會出現 倒立地走出來 我們看到 她被人在輪椅推出來 然後 我沒有出聲 那一刻 我額頭很大滴汗 滴了下來 我兩個假妹 私下就拍一拍 我就說 喂 我阿嬤 九十幾歲 她一輩子沒有做過一次儒家 但她現在還在每天去買菜 我們應該要先走 哇 真好笑 這個被人輪椅推出來的儒家大師 跟我們說 應該要吃樹上的東西 就是水果 和Nuts Nuts 還有印度人很喜歡吃腰果 腰果是Omega-6很高 而Omega-3很低 這跟我們說的沒有用 沒有用 為什麼呢 她們那種 固埔治風 她們那種萌塞 四千年前的 Iuvira 經典裡面已經說了 之後 你有什麼finding都沒有用 她們不會聽 還有還有 她們的神是喜歡吃甜的東西 糖是幸福的 所以她們就 拜完神的東西一定要吃 還有糖是幸福的象徵 所以餐餐飯 喝就喝汽水 然後甜品是甜到你不能自信 然後還有一頓飯裡面 又有薯仔 麵 即是那些不同的包 Nan Paratha 然後還有飯 但至今 她們都不面對 她們的國家頭號殺手 是糖尿病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 大家留意過 鏡頭左下角 有些霧出現 因為媽媽不肯抱 她就走上來找我 是了 屁死 即是她們不肯面對 比如她們的 這些印度妹其實是很漂亮的 印度妹五官 五官很立體 眼睫毛很長 身形很漂亮 但是為什麼她們 一去到 過了二十歲 就馬上災難 肚子突到 她們還要穿那些衣服 你知道是扭中胸 你扭中胸 如果你有條很漂亮的小蠻腰 其實是索到瘋 但是你看到她們 全部個個都好像 壞了三包胎 為什麼 Still they don't look at the facts 她們還是處於一個迷信的時期 還是覺得四千年前的 什麼什麼都是對 沒得說 正如你跟我說 有些食客說不吃海鮮 跟著跟她聊 我就說 我讀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和Nutrition 我說 你為什麼不吃海鮮 她說 我的中醫要跟我說不吃海鮮 你知道中醫還叫她什麼 吃梳打餅 吃完梳打餅才吃藥 我說 你的中醫是怎樣跟你說不吃海鮮 她就給了一張傳單 吃個中醫每個人都塞一張給她 叫她們要切海鮮 跟著 雞 鴨 鵝 還有什麼 筍那些 我真的看到這些 我真的很崩潰 你明白嗎 我 Seriously 大哥 你這個不是對證下藥 因為你每個人都給她那張東西 那你不是對證 還有 我試過有一台 十幾個 一家人氣 說不吃雞 雞粉都不行 雞什麼都不行 雞湯都不行 即上湯 因為吃雞會發 吃雞的筋會脹 我不是挑機 但不如我們兩個一起做瑜伽 你看我軟到什麼地步 但我是每天都吃雞 即算豬腩之外 我就是吃雞 雞連肥 連皮吃 我的筋有沒有脹 沒有 我對摺都還可以 我兩隻腳可以放在頭後面 不要叫我現在來 Fine 是不是大我 肥仔 Yeah OK 即是 我不可以兩隻 兩隻我卡住了 我會不知怎麼走出來 在一張脊子上就可以 OK 好了 那你想想 或者是塞腳趾到口 那些 又要示範 是不是 OK OK 即是 是不是跟像 跟像不像 放在頭上 放在頭上 放在頭頂 起碼放在頭頂 喂 跟像不像 我不知道她綁不綁到鞋帶 但是我 沒問題 OK 我吃雞 請不要信 一些沒有理論 沒有根據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的中醫 或者你的什麼 突然抽出一條根 認爲這個樣子 很過癮 I don't know Seriously 可不可以有邏輯 辯證思維 即是 這個東西是 以前的英治時代 和現在的教育 都沒有的東西 因為殖民地 當然不想你們會想 OK 現在就更加不用說了 但這件事 你有是好的 所以我面對很多的客人 我真的很崩潰 因為不吃海鮮 我跟他聊天 更加好笑的是 他濕疹 還要填豬菌發炎 那你還不吃海鮮 我問你為什麼海鮮有多重要 海鮮是我們 主要的 礦物質來源 你不吃海鮮 那你的礦物質 請問在哪裡 請問 我再問一句 我說 還要怪 Adrian 不要吃海鮮 日本媽媽怎麼辦 請問 韓國婆婆 日本婆 我生完第一件事是紫菜湯 如果中醫是寒涼 老實說 我得罪一點說一句 中國人什麼時候的壽命比日本長 生活費用沒有 我不是說中醫的事情不對 但有些事情我拜託你與時並進 例如生完仔坐月不可以洗頭 一個月不可以洗頭 不可以吃生冷的東西 什麼都說生冷 Oh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有寄生蟲 那時候他們的科技沒有那麼發達 你生蟲就不知怎樣解決 好了 現在不怕了 你過來你過來 你好有趣 你面前走來走去 什麼意思 過來吧 你塞頭看著鏡頭 人家會分心的 你這麼英俊 以前沒有風筒 當然叫你不要洗頭 大哥 現在有洗頭 現在有風筒 你生完仔你儘管洗頭 你不明白 還有以前沒有暖氣 你洗頭洗完澡 你會冷 現在不會的 你明不明白 拜託與時並進 不要跟我說四千年前 或者是中醫什麼什麼的 中醫很多東西是很對的 包括我自己的甲狀線都是給中醫醫好 包括 包括說腎上腺 中醫是比今時今日的傳統的西醫高明得多 但是不代表所有 冠以中醫名義的東西都是對的 正如瑜伽 再好都好 不是真的所有的 樹上的東西都不好 樹上的東西都可以吃 然後呢 只是吃水果和乾果 Come on 這些人呢 我對著他 我不想解釋 我不想說 因為你看樣子就可以了 都是那句 你超重40磅 如果不是50磅 你整塊臉是灰色 你的黑眼圈整 不只是下面 全部是藍灰色的 OK 拖頭 你說說你很健康都沒有人相信 你不要在這裡自嗨 你不如面對現責 你的身體 你自己有責任 放什麼入口是你決定的 OK 這些人呢 講來都浪費gas的原因就是 等於 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 你跟燒煤的人說 用電很好 他會跟你說 我為什麼要轉 我現在就好地地 這樣 然後你跟他說 因為電乾淨 霉髒 不是啊 都穿 不一樣 你明白嗎 所以 你說 你說不吃碳水化合物 吃脂肪 第一你快飽很多 第二你耕飽很多 第三你耕老很多 因為你沒有氧化物的 基本上 有些叫做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是低到接近零的 如果你是用生酮的方式飲食的話 蛤 但那些人會跟你說 沒有啊 我現在很好啊 我覺得我好美啊 那你就浪費氣了 你明白嗎 不用說的了 那些你叫他輕斷吃 他說傷胃那些 吃脂肪 他說膽固醇會高那些 修善啊 不要說了 你明白嗎 所以要聽的人就聽 不聽的人就有他 我 我不是wonder woman 雖然我都想粗到我的身形 好像他那樣 which I'm working on it 但是呢 我沒有超能力的 我只能夠靠我一把口 說 說 說到口臭 說到悶 但是 如果你有能力的 OK 買書看 等我不用那麼辛苦 你買書看 你都會加深你的認識 即使我看了 我整本書說出來給你聽 都好 你看第二次 或者你自己去看 你會多一重的認識 所以 Please do us a favor OK 哎呀 是不是說太多了 很囉嗦 是不是媽媽 是不是很煩 你是不是想媽媽 講完做完 是吧 夠時間陪你了 OK 好了 阿仔投訴了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